我一直都说我很幸福 刚才有人问我 我听大家的 好 我拼命 好 早在今年五月 刘德华在萨兰托参加国际电影节时 就曾这样大胆地表达了 自己打算生第二胎的想法 事实证明 这个想法还是很靠谱的 这波好消息来了 据台湾地区某媒体报道 天王嫂朱丽倩真的又怀上了 而且至今已有15周的时间 尽管目前当事人还未出面亲口证实 不过从今年天王跟天王嫂的各种动作来看 这个消息还是颇具可信度的 今年8月 47岁的朱丽倩就曾被媒体拍到 前往某知名中医诊所 求医问药调理身体 貌似就是在为第二胎做准备 两个月之后 又有媒体拍到朱丽倩在几名保镖的护送下 前往中环附近的妇科医务所检查 当时外界就纷纷猜测 这是刘德华朱丽倩夫妻俩 凭二胎成功的讯号 这样算来 几个时间点都基本吻合 所以天王嫂怀孕这事 恐怕就八九不离十了 加油喜事 难怪10月30号晚 在北京开唱的华仔状态起家 想必这个海味出世的小宝宝功劳不小哦 演唱会上刘德华还大方秀身材跳热舞 全场都是满血状态 此前有消息称 在此之后 刘德华将不再举办演唱会 现在看来 难不成开始想把重心逐渐放到家庭上去不成 毕竟两个孩子的父亲可不好当哦 谢谢大家再见 综合报道